大家好 欢迎收看三分钟视频 我是李国庆 淡风阵阵吹 恒指倒营顶 摩笛又唱淡 短线转黄灯 未讲今天的题目之前 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表 全日恒指跌了443点 收报28,331点 跌幅有1.5% 成交不算活跃 757亿 今天港股受到淡风阵阵吹 有几个淡风 其实很多个 不过我们先举几个淡风 搞到恒指今天裂口下跌 出现了一个倒营顶 这个倒营顶之后 再加上比较重要的 大摩 摩根士丹利 低配全球股票 不单只是港股 低配全球股票 记住是全球股票 所以搞到出了倒营顶之后 恒指现在转了黄灯 然后大家要小心 会不会转红灯 那究竟有什么淡风阵阵吹呢 第一 都是上个星期五 美国就业报告了 我就买大开小 真是不好意思了 原本我为什么会觉得 那个数据不理想 然后那个减息预期升温 其实就是因为 先公布的小飞龙ADP 是顺于预期的 这个小飞龙ADP 顺于预期之后 就估计大飞龙 应该都不会太厉害 谁知道飞龙的报告 二十多万 那就高过预期 预期是十六万 大幅高过预期之后 市场对于 7月份 即是今个月 31日 会减息0.5厘的希望 就完全坏灭了 首先不是不减息 大家不要误会 现在都是觉得一定会减的 减0.25厘的机会是极高的 不过减就不会减0.5厘的 其实我在这里也说过很多次 大家不要痴心妄想 都是减0.25厘的 不过市场就是 估计了有减0.5厘的盼望 所以市场那时候 做得比较好些 但是 谁知道一不减 预期不减那么多 我自己觉得是 例如是根本心中是知道 不是会减那么多 但是无论如何都好 市场就觉得一不减 就跌了下去 那这个当然是借题发挥 如果是单一事件借题发挥 就不会跌那么多 说淡风阵阵吹 除了这个就业报告 搞到那个减息预期 这件事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 中美贸谈呢 有些不明朗因素存在 似乎大家现在中美 好像谈电话 都没有找到那个 即是什么时候开会 那样东西 那现在 你说了 其实 首先 集特会之后 都已经一段时间了 然后他们下面的 手下在那里谈 谁知道都还是 原来在谈什么时候开会 就是电话谈 不肯当面去谈 市场就开始有些担心 怀疑 这个讯息传了出来 那很坏不坏呢 有些行 就在这个时候 就有估计了 就是中美始终 其实都是谈不谈的 那谁这么估计呢 就是野村 野村就预计 今年年底 美国 就会对其余 那三千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 加上25%的关税 令到中国的经济前景 更加出现不确定因素 野村一说完之后 今天 中港股市 又没有人限了 那不知为什么 他看得这么淡了 那现在都在谈 其实都没有正式开始谈 那已经是一定 这个年底 就说又要加这三千亿的关税 那所以这个第二个淡风 那第三个淡风 就是刚才有讲到的 就是摩根士丹利 那讲到说 要低配全球的股票 那是全球 摩根士丹利下调 全球股市评级 去到低配 配置降到去2014年 就是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他说未来的三个月 的前景非常审慎 是说未来三个月 不是说今个月 或者这个礼拜 而是未来三个月 他去看淡 所以他建议低配 摩根士丹利的 那个策略师 报告上写 隔于世界各地的 衡量制造业健康状况的指标 不断落发 就是说PMI 或者美国是说ISM 那些指标落发 盈利预测仍然过于乐观 所以他去看淡经济前景 就建议大家 要小心 要低配股票 这个说了之后 其实是有影响的 大家要注意这个 好了 那这几个因素 当然还有一些 本地 或者是内地一些因素 例如内地 是连续11日 是没有放水的 央行是 停了液煤购操作 连续11日 所以也是对A股有些影响 另外就是说 本地有些世价股 无论被沽空机构 看淡也好 不是世价 其实是一些基金股 好像安踏那样 被沽空机构看淡也好 或者有些世价股 好像斩仓潮 爆煲潮 跌得很多 这都令到气氛突然间转淡 所以今天 就淡风阵阵吹 吹完之后 我们看恒生指数 看这个图 今天一开波 已经是裂口下跌了 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报28,513点了 它只不过去弹到28,541点 就是弹多30点都不够 那它就一直一直向下 最多的时候跌过580点 去到28,194点 那这个也就是说 将28,200点以上的牛证 就杀了 28,200点以上的牛证 先杀了 那这个一开这个倒营 现在出现了一个倒营 也刚刚一开市的时候 已经跌穿了这条上升轨 那出现了一个倒营 突然上升轨跌破 短线转淡的技术形势转差 事实上之前 这个是小商底 梁度升幅29,000区 在上个星期四的时候 碰过29,000 29,007 当时本来 真的预期 星期五晚的数据 开出来 如果是利好减息的因素 它有机会冲上去3万 保护这个下跌裂口 这个就是特朗普 那时候打贸易战 加关税 5月3日突然间突袭的时候 5月6日一回来 跌穿下来的下跌裂口 5月3日和5月6日之间 这个下跌裂口 这个下跌裂口 不要跌穿 跌穿的话 就 这个短线 就转红灯的了 不是黄灯 是红灯的了 现在目前是黄灯 要戒避的了 那 看完国企指数 你就明白 这个 6月26日那天 那个低位有多重要 那国企指数呢 你看得到 疑似小商顶 本来是小商底 升了上来之后 已经疑似小商顶 那他那个6月26日低位 就是小商顶颈线来的 就是10663 10663 那 今天那个最低做过 就是10679 那很近10663的了 只是差13点而已 那没有跌穿到 万一如果跌穿 收于其下呢 那就可能出现一个小商顶下跌 就是回到前浪底的了 那所以6月26日的低位 对恒指和各指都是很重要的 好了 刚才说到说 内地股市呢 都今天都比较弱 所以拖累到港股 那大家要注意了 港股呢 如果跟不到美股升上去 因为美股在上个星期 创了新高的嘛 跟不到它升上去 然后呢 可能会受到A股所累的话 拖下来的话 那就不好看了 看看A股的指数 好 上证指数 今天大跌2.6% 收报2933 那之前呢 上个星期呢 是冲上来呢 就想回补了这个下跌裂口 那 护心300指数是回补了的 上证指数呢 就差一点点 那这个低位是3052 那那天 冲上来 最高呢 7月2日那天呢 是30400 就是大概差4点了 4点了 4点呢 就没有回补了 那但是都大部分回补了 也都反映出 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阻力位了 为什么呢 这个呢 未跌穿之前呢 都不敢确认 现在跌穿了 肯定这个是阻力了 那所以呢 也都是转黄灯 甚至乎 如果再跌深一点的话呢 实际上又下回这个 这个 橫行区的了 橫行区之后呢 如果它跌穿 6月6日低位 这个低位是多少呢 是2822 你当它2800齐头 万一跌穿的话呢 就转红灯了 就有个走势转差 要小心 因为今天这一棍呢 是一个大棍来的 那暂时来看看黄灯先 深正成恨股指数呢 同样呢 类似的走势 都是转了黄灯了 和恒指和上证指数一样 和国企指数一样 转了黄灯先 那它也是 回补这个列口呢 差不多回补了 然后呢 跌穿这个上升轨 一支大长生阴烛 所以呢 短线要转了做黄灯的了 万一如果跌穿呢 6月6日低位呢 它的低位是多少呢 是8557 如果跌穿8557呢 就要转红灯的了 暂时是黄灯 好了 港股今天呢 真是跌到一路的 恨指呢 50个成份股里面 只是一只上升 那只叫金沙 升0.4% 毫半指而已 收报38.9 不说那些升的股 反而在跌 恨指成份股里面 跌得最多的是吉利 不好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个星期 就有大行暢淡它了 它很辛苦 那才小小的反弹 12元 11个多 上去14元 怎料呢 三天左右 差不多下跌了 那 现在肯定呢 其实上个星期五 已经转了红灯 如果这只股 跌穿11.69 就转红灯了 要小心 这些淡小的股 不要挠底住 不要挠底住 那国企成份股里面 今天跌得最多的就是安踏 安踏呢 今天因为被一家叫混水的暢淡它 出了个股空报告 那样 那它停牌了 跌了7.3%之后 就停牌了 最低的时候呢 就跌到去50个半 50元都差点不保 那这只股 你见到呢 又是在那上到来之后呢 嘔嘔嘔嘔 一只长生阴烛跌下来 那这些走势呢 就算它现在伏牌 都是黄灯来的 大家要小心 这些都是不要留底住 看清楚什么形势 才再说 那红丑指数里面 这幅最大的那只呢 就是华润置地 今天跌4%的 又是升到上来之后 一只长生阴烛跌下来 跌穿这个短期上升轨 这些都是要小心 虽然这只股呢 就较刚才那些股好些 因为其实基本因素都不错的 也都是暂时是一个很短线 就是不算很大幅度的跌幅 但是都不要掉以轻心住 万一呢 如果跌穿这个33.95 那可能都会十级以下 起码它都可能会回补这个上升跌口 那也都可以等等才再决定 所以就不要那么心急 撓货住 还有些基金股都被洗倉 最主要呢 有些是因为它自己的自身因素 跌得比较多 也都是不要撓底住的 例如好像金碟国际 那它其实有个刑警的话呢 赚少四成 那结果呢 今天呢大跌13.5% 还比David Webb唱淡 那样 所以呢 就跌得比较金 那所以这些也都不要那么快 撓底住 大家呢 看定些先 现在大市转了黄灯 大家呢 观望为上 好了 今天分析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